2 0 0 3 0 4 1 C 3 2 5 それ bulun 7 7 8 8 在本書來說,它有時候都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series和sequence已經有什麼分別 今天我會再講清楚一點 另外,其實你有時候會看到 我們的plastry不是只考APGP那麼簡單的 有時候會考到一些故隱精怪的tracks 你不練,你會告訴你你會不會做的 好了,沒問題,第一頁筆記 其實我告訴你,去到公開考試 大致上只會考四款的不同數列 一種叫正方形數,1490-25 最後是n2,last term,或者是n行 另外第二項,麻煩一點,叫三個形數 方文教,我鼓勵都忘記了 即1,3,6,10,15,即加1,加2,加3,加4,加5,加4,加5 人家也有一個general term,或者有一個數型 叫n乘n,加1,除2 這個我希望你記一記,不過當然比較少考 所以我會考慮最深的,永遠都是AP和GP 即是almetic sequence和givetic sequence 大致上怎樣考慮都很簡單 因為之前我們都教過了 所以我不再多說了 所以我一會直接給你一些禮題了 不過為什麼屋子會這樣呢? 5段1吊了T20足足的 不過這些沒問題,mine or mistake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沒問題的話,也記得吧 AP理論上有一個叫做common difference 形容都有一句,我們除了記了 記了Number版本之外 你可以記了下面的版本 AA加D,A加2D 最終AP和GP,首先AP一定是這樣 AA加D,A加2D,A加3D general term就是A加N-E 這些我相信都還記得的 如無意外的話,我們不如慢慢做兩條例題 試一試吧 在Luxy,第3月有的 那麼 Alphimetic sequence等差數列 人家問你420-2 然後去到第N項是多少呢 那都是那句,你一開始就要賠公式了 那問你第N項的話 A加N-1D 那D你記得,小心點 這些時候很多圖會找錯D 最後一次 在AP來說 首先 這一課呢 理論上有4條公式要記的 還有有少少的tricks你要記的 那 那 也就是那句,Session B的確是 有時候是只要你記記一些東西的 那 這條文章也是那句 如果你不刷錯 你理論上就應該不可能做錯的 這些 那 遲入來的同學 今天只有一份新分記 就是MC總複雜的1 那你拿完之後 我記得你可以回家試試做一做 現在我們會開始講MC 那今天繼續下去 那我們當然 我們講APGP都會講一下相關MC怎麼做的 那這條1996年的考慮是4錢的 告訴你近年來沒有那麼多錢的 那這條是熱身題目 那相反 有些幾個搞笑 就是 這些給你一點點 你叫你數數型數規律的 就在近年來經常出的 你不相信你可看MC總複雜 其中有考APGP那一部分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題目 2013年到時候 好了 人家給點點給你 那你記得 那其實就不需要太過著迫點 究竟是24 那我就要畫好所有點出來 你不需要 反而需要留意一下 那些點是怎麼走出來的 那 人家的團團多數都會給你小提示 那這一團都很簡單 因為不夠 有團比較有自隔 如果你是回到家的話 你試試玩一下 問MC總複雜吧 那些數完語數的題目呢 理論上就更加自然格 那當然啦 我叫你回家做吧 不要現在做了 問MC總複雜 有些點點呢 2012年 是有的 2011年都有考 都是這樣考的 就送點點給你 當然別人都會跟你說 究竟每次做了什麼 所以你記得 你不必一定要留意點點的 你反而留意一下 別人的題目在說什麼 每次加4點而已 坦白說 所以這條不是在考 Square number 有些團團想著 哦 第九是81 那你玩完了 或者 第九 不知八一減多少 它不用那麼複雜 因為別人告訴你 每次加4的一 所以這個數字 就是4 數列就是4 8 12 16 那到第九就是36 所以這些你不要中計 你要相信這條題目 究竟 這個Description就是 究竟每一次 人家 由第一幅圖到第二幅圖 做什麼手腳 諸如此類 那 你做一些 Past paper 你做11年 11年和12年 那這些題目 人家都會說明 每次加多少點 不過 記得有條題目很賤 每次加N點 我不知道你怎麼做 每次加N點的話 那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留回 星期三再說 等差數列 是你少了很費錢的 所以去到功效是 你不要預料 經常見等差數列 沒什麼可能的 反而等比數列 經常見 等比數列的意思就是 每次乘多少倍 11 139 278 當然你不要記 這個版本 反而你要記下面的版本 這個版本 你要值得記 因為接下來很多個 Multiple Choice的題目 都是用這個技術去做的 你要記得 在一個等差數列 第一項 我們叫做A 但第二項 我們會叫做AR 很正常 成為Cumber R 第三項 就是AR Square 第四項 就是AR 就是Power 3 成為N 我希望你記得這些 即是 只要記低 Journal Term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會靠這個技術去解決問題 當然 怎樣靠 我們不如直接做 當然又是有些題目 熱一熱身 首先 Journal Term AP、GP AP玩完了 GP也要玩一下Journal Term GP的Journal Term 你記得 就是AR 成的N 減一次方 但這次你看到這條題目 很自價 別人叫你找第二N項 第二N項 第二N項 都是這樣做的 第二N項 AR 成的多少 即是M 會做 2N 所以 你不用怕 總之人家未必 Journal Term 一定是TN 有時候可以T2N 有時候T 不知道T什麼 TN 不知道T什麼都可以 總之是 像這條題目 T2N 很簡單 A你認到的2-2分1 R 你看看每次成多少 每次成 負2 好像 對不對 每次成負2 common ratio 是負2 就是負2 接著最關鍵就是 有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做下去 即是這條題目 你怎麼化解呢 那也是那句 今天我們會正正經經地 學一下化解 將來我們會教你濕數字 這些 即是這些話 那怎麼辦 怎麼化解呢 不知道怎麼化 不知道怎麼化 那當然 我不買單 瓜子 又不買瓜子 用指數定律 將負2 N次方和負1次方 拆開去 那你量上負1次方 你會搞得到的 負2的負1次方 就是負2分1 負2分1負2分1 但你都看不到答案 最關鍵就是 五個答案都沒有分數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用中三的方法 我們會這樣拆指數法 拆做兩塊 但你發現拆兩塊是找不到答案 所以我們要用另一個技巧 就是 明知道人家全部都用2做Base 那你可不可以把負2分1 變回負2的負1次方 再撞後面的負2 2N-1次方 夾起來就應該有負2的2N-2次方 但當然 都不知道哪個答案 因為還有D和E 讓你選擇 咦? 兩個都沒有括號 那怎麼辦呢 我想問一下 那怎麼辦呢 你會選D還是E 讓你做到藍色的部分 你會選D還是E 啊? A D 為什麼? 因為2次方做過 對呀 其實這個比較人渣 因為 2N-2E 如無以外應該是雙數 雙數這樣又如何? 理論上任何負數的雙數次方 我們都是2N-2N-2A 理論上都是等於正數 這個就很威風的 那一年考度 那我告訴你就是 很多唐積做的 是嗎? 那就是D 那最後會變回正數 那當然啦 你說這麼複雜的 一條Module Choice 有些簡單一點的做法 知道怎麼簡單一點嗎? 知道嗎? 不知道 對 我同學都說 撞數就可以了 是很簡單的撞數就可以了 例如我試一下 當然啦 這個比較浪費時間的 例如 如果別人計2N 我濕個N-1的時候 濕個N-1的時候 那這些全部叫T2N 第二N行 這一群全部都是叫做 那我濕N-1的時候 你儘管看看T2等於什麼 那T2是1來的 那我濕一下 一線 那這個會給你一個4 那我回家了 A已經錯了 那這個也是 會給你一個負4 是不是 剛才是負4 對負4 那又錯了 B 即是你濕N-1的時候 應該會計到第二項 第二項你的目標 應該計到一個1出來給你看 對不對? 在你的數據來說 第二項是1來的 那你試一下濕個N-1 你會計到T2這一項 因為你N-1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是T2N來的 那當然啦 你濕一下濕一下的時候 你會C都錯了 你只剩下Dog做答案而已 原因 剛剛Dog會給你1 2 E會給你負1 那這個也是負數給你 回家 寫完 這個應該是負2分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應該給你一個答案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方法 去解決Multiple Choice 甚至乎上一堂 又跟我說什麼 去廁所都可以解決Multiple Choice 啊 各位上來 我上一堂 有些東西發覺是放不到上網的 基於這個道德問題 是一個Transformation of Graphic 為什麼我找一天會再錄過 因為上一堂討論的東西 不能外出的 是啊 上一堂 坐在那裡 應該知道為什麼不能外出的 好了 竟然是家人作弊 上一堂 所有女同學 你們都不在這裡 上一堂有男同學 在這裡 你不知道也沒有用 告訴你 我不會再說一次 好了 好了 第四題一塊 我們 第四題 看到麻煩一點 什麼是product of the first term second term 就有matric sequence 十八 什麼第三、第四項 就是二百八 人家問你第四項 就乘了多少 這些也是比較麻煩的題目 近年來很喜歡考的 都是那句 就算有麻煩的東西 你也要試試做 首先什麼叫product of the first term and second term 首先 first term我再說一次 我們會用A做代表 而second term 我們會叫AR 所以你兩樣東西 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第一條公式 A成AR 就等於18 這個沒問題 product of the first two term 好了 跟著 第三、第四項 乘了二百八 你看到就是第三 和第四項 乘了二百八 你不要去背 什麼sum of gp 那些私人公式 告訴你 因為這次人家考慮乘了 考慮乘了 考慮乘了 第三項是什麼 你記得 如果你快一點 你會知道 應該是AR的二次方 第四項是AR的三次方 即是跟我們剛才 第四項講起一樣 我叫你 當然 因為直接記了 第一項是A 第二項是AR 第三項是AR二次方 因為就記一條複雜些 公式 第N 就是AR的N-一次方 無論如何都做到 當然了 最麻煩就是 兩條公式 嘩 怎麼算下去呢 理論上來說 你始終是兩條方程式 兩個比之數 我告訴你做聯絡方程 應該做到大過 不過如果你 深水清 就同樣都知道了 逢親玩AP的時候 多數都是聯絡方程 是怎樣的 好似今次這樣 我化完簡之後 A二次方R就等於18 A二次方R五次方就等於288 聰明的同學都知道 這些聯絡方程 你只有一個方法搞定它 就是怎樣 321 對了 拿聯絡方程 不過不是拿 加不是拿減 不是拿代合法拿取 但是你說代合法行不行 其實如果你把A變回主項 可以做代合法 不過最快應該肯定是2除1 2除1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我拿第二條式 A二次方R五次方 除回第一條式 A二次方R 那麼 隔離一樣 數字就除數字 你發覺差不多做完 差不多了 今天還忘記一代計數機 R四次方是多少呢 沒有很清楚 應該是16 是不是 是不是 喂 怎麼搞錯 當然R四次方是16 R 你不知道是多少 因為R 其實是2 但是我怕有負數 R是負2 可以嗎 其實可以的 你給我負數 好了 sorry 縮得太小 好了 去到這裡 當然 人家不是叫你計R 最後叫你計甚麼 人家叫你計第四和第五 抗成了 Fourth term是R三次方 Fourth term是AR四次方 好了 那當然 最關鍵就是 啊 我也不知道R正還是負的 不過其實都 大善也知道 人家全部答案都是正數的 甚至乎 一直會跟你說 R正負二好像沒有分別的 好了 好 那最後 Product of 4th term and 5th term 就是乘在一起 Product再一次乘在一起 你不要不懂 理論上是A二次方 R七次 那當然 R正是A二次方 我都未找 你覺得要不需要找呢 不用 因為如果你勁抽一點 你會知道 A二次方 R 你知道是18 甚至乎 A二次方 R五次方 你擊開股 是200 只有R二次方 所以我做一次 R是正負二 都沒有分別的 原因 到最後都是計到正數 那A二次方 R五次方 原無意外 就是288 而R二次 剛剛好計完 應該是4 那就做完了 那當然 如果你說了 我慢慢再計算A 然後再計算下去 行不行 不過你們始終R有兩個數值 一個正義 一個負二 你不知開誰 那A都有機會是兩個數值 那就比較煩 不過做Modiped Choice 我再一次 有時候人家會用一些 古靈精怪的 尤其是這個 GP的聯額方程 多數一定會取 除完之後 人家用代法 用得比較 精緻 我們就叫做 人家未必會找齊 所有未知數 有時候找一下 一兩個未知數 就馬上做答案 好 所以這條題目很趣 我連1st term 我都不知道是多少 不過就計完答案 好 有沒有大問題 如果你興趣 加上1st term 你自己回家買一家做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繼續講下去 另外有兩個 可能對你來說 比較新鮮的terms 叫做Alphimetic Series 有個叫做級數的問題 級數就是加在一起 就是這樣 其實我告訴你 就是sum of ap 有什麼特別呢 不過有時候 有些題目 都會強調就是 series和sequence 有分別 不過當然我自己 後話 總之就是 如果你要計 sum of ap 你計算 alphimetic series 等差級數的話 理論上 就是把這些 加起來 很難以為 尤其是ap 頭加尾乘項數除以 再一次 頭加尾乘項數除以 就OK 那我寫中文版本 a是頭 bA a乘n 減一乘d 是尾 因為我們多數計 守n項之和 第n項 就應該是尾 所以待會 這個技術我們經常都會用 就是我們多數會 當尾 是a加n 減一乘d 尤其是n 你不知道 當然呢 調色有得化鹹 因為兩個a可以加在一起 這調色 有時候也挺有用的 好了 即是n over2乘2 a加n 減一乘d 那當然 你說我背不到這條色 背頭加尾時候 我算是尾 不過我當然未必要知道 a加a乘d 就是tn 那又說多無謂 我們試一下 兩條題目最實際的 好 那 我們試一下第五題 和第六題 兩條題目 都是近代少少的 即不是一九九幾年 再一次 越近代的apgv題目 你會發覺一直加日子 有個趨勢 就是越來越巧 越來越麻煩 以前呢 當會考是54條multiple choice題目的時候 當數apgv會分兩條考的 但是 現在只剩45條multiple choice 有時候apgv是出一條mc就算了 那條mc一次會考多少東西 一會看到的 不過不要多說 還有2007年題目 首先 a1等於a2-6 a1加 a28 就是1624 問你a1是多少 這個是afromatic sequence 不過人家看你加起來 就在考慮你 頭加尾性 不過頭你不知道多少 頭是a1來的 是不是 尾你都不知道多少 a28 A28 鬼知道多少 當然你說我寫著a28 先都可以吧 不過我告訴你 你寫著a28 先沒什麼用的 原因就是 你有兩個未知數 人家叫你叫做a1 那A28 你為什麼要拆一拆去 再一次 頭加尾性 項數除二 沒有問題 不過最大問題就是 這個a28 你怎麼搞 你一天搞不定a28 的話 一天都做不到這條路 那A28 再一次 last term 理論上可以拆做什麼 可以拆做 a28 可以拆做 a加a- a-1 n-1 即是28 -1 直接寫27 乘回d 但是d 但是d是多少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你的題目有沒有給你呢 d 有 當然有 d是多少 其實已經開了估 聰明的同學應該留意到 d 是可以用這個條件計出來的 什麼a1 等於a2-6 尤其你 浪心一層 或者寫好一點點的話 就是a1加6 就等於a2 a1加6 就等於a2 那d就變了 6 是啊 d原來是6 所以做完共濟了 那 a加a1加a1加27 那d 乘回28 除以2 就等於1624 那當然了 我不再說下去了 原因只剩下一個微枝數 整條公式 我猜你都算了下去了 那再一次 你如果怕背錯公式的話 不如就背頭加微枝數 除以吧 不過你有心理準備 尾我們很多時候都要拆開它 尤其是尾不知第幾項 很多時候 那A28便拆A28 A28便等於A1加27 D 那 不會背錯公式 a加n-1 1乘D 都很多同學員現成 val 有很多同學員認錯的 如果數怎麼Axn-1 再乘D 你會發覺輸了 那最終永遠保持一個 common sense 是我們 哦 第28項 就等於第一項 加27次D 第二項等於A加D 第三項 你是A加2D 第四項 你是A加3D إلىA28 你A加27D 好了 那說那麼多廢話 其實我相信應該算到答案 答了幾多? 今天 C 好,那自己串下去吧 都是那一句,這題應該不難計 我連multiple choice答對率也免得開給你看 不過2011年就麻煩了 2011年,with the third term and the 12th term of anathematic sequence and respectively,with some of the first and term 這個反而明又是,給你兩條公式 第三項就是a加2d 第四十二 慢慢的,這個不會用什麼a加n-d 這個我直接跳步驟 第十二號就是a加11d 那你這樣想法會快很多 a加11d 等於6,那把明聯絡方程來的 這個很簡單,要是讀機1就自己搞定 其實我會自己搞定它,這些公聲 說真的,很容易2-1 所以九個d 那就是負沙弧的,那些好像是負射 沒有所謂的,對吧 好了,所以再下去了 所以sum of the first and terms 就是考你sn 這件事 當然,你如果這條實目想解快些 應該要這樣做 就是用2a加n-d 當然,都是我一句 那你現在只有d 那你要計算一下 那你要計算一下 2-2 對不對 不過我相信a很容易計算 那 首先你現在有個大問題 那我又不說下去了 你自己回家計算一下 那答案是多少 你自己上網查看 不過答案是多少 我想問一下計算不通 C嗎? 哦,先順著你 好,大致上有個大問題 那公式 那我記得始終也是那句 那這一課,Session B的topic 有四條公式 你怎樣都要記一記 那包括是AP和GP的 general term 和AP和GP的sum of the first and term 那我們現在練了三條公式 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那繼續下去了 那2013年這條就麻煩了 原因 就是AP和GP的 一次過給你一個A term 然後給你三樣東西 叫你判斷 但是2012年這條都一樣 那這兩條就死人多了 告訴你 現在我給你一點時間 那三分鐘就開估 這兩條麻煩的 其實 不過我都不會給你那麼多時間 你慢慢想的 那我們的MC總複集 裏面也有這兩條出現 那我建議你這一日做完之後 你可以再練一練回家 那我建議你 那我建議你計時 我開定我這個答案了 再看看 Fultable choice 好啊 哦 應該自訂 你看見了做 NMC的答案 放在哪了 N-C答案N-C答案N-C答案N-C? 不見了? 太多帖子了 我都不見了連結 這裡 總之是置頂 不是吧,被人封鎖了,怎麼搞的 AMC答案的連結都幫我封鎖了 怎麼搞的 被人報告 被人報告,不如我閘會 在這裡 好,開電了 算不算,沒問題 我開估了 2013年的題目 和2011年的題目 同一時間給你三個選項 一次過考你很多 首先,別人問你 第25是Terms of the Sequence 首先你要檢查一下 2N-19 究竟有沒有機會等於25呢 其實很簡單,第一個檢查的方法就是這樣 是不是 25加19是44 N是11 這個第一個選項 對嗎 好,第二個選項 Sequence 10 Negative Terms 怎麼查法呢 其實我們平時都玩不少 今天這部電腦幹什麼 2N-19 你設定為小於0 究竟 N可以多少 N會小於9.5 應該是 9.5 我只要10到10 都可以 你只要10到10 都可以 不過都是這樣計的 你發現N是小於9.5 即是理論上 可以 怎麼搞錯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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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只有9個 Negative Terms 第二個選項就是錯 當然 跟我說直接塞一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 AVGP可以直接塞一些東西 到星期三 我會用另一個方法教你計的 不會這樣慢慢計的 Some of the First M Terms of the Sequence 就是N2-18N 如果真的慢慢計 你就要記住公式 究竟是什麼 你首先有A A是多少 那A你講得很容易知道 因為 是 請多 N是22 啊 這個N是22 我寫錯 不過無所謂 N是整數 所以我寫回結論 所以T22 就應該等於25 第22項就是25 欸 沒理由的 N22? 都不隨自? 是啊 N22 第22項是25 OK 沒錯 好了 好了 第三 SN 當然你要計算A是多少 第一項是多少 第一項是 2-19 就是等於-17 所以你的SN 就應該是 又用回公式 比較容易用的就是 N over 2 然後2A加N 減一點 不過D 小心一點 D好像是負數來的 是不是正數 是正數來的 不用怕 D是正數 更加簡單 就是 FU3 A-34 加2N-2 我寫得比較醜 對不起 N over 2 2N-36 刷它好 等於N square 減18N 發覺好像對 我又彈走了 搞錯 這一條呢 你說難不難呢 都不難的 你肯花時間 一定做得到 不過都是那句 我們都做得慢的 原因 我們用這個方法做得慢 可能我會較快一點點 好 第八題就是大劑 這條很多圖是錯的 再一次 2013年的MC38 你會做的話 要不要沾沾自己一下 我們來看看 2013年第38題 咦? 都可以沾沾自己一下 原因 多少人對呢? 一半都不夠 始終那句 去到最後 這些階段 很多圖亂撞MC答案 因為你始終未必有時間 慢慢做 所以其實我們會做 都不要這麼開心 要做快一點 那更加悲哀就是 2012年的MC第37題呢 都是一半都沒有的 也是啊 一半都沒有的 很慘的 43% 人是正確的 那為什麼呢? 又是同一道理 那你發覺 嘩 這麼多東西要計 都是考AP的 說真的 什麼A28 什麼A18等於26 A1加17個D等於26 另外A23等於61 A1加22個D等於61 那你發覺 又是聯合方程 很容易計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人錯呢? 那我會講的 那首先 你正正經來講 當然要做聯合方程 那我寫回1-2 1和2 1和2 然後2-1 那我先不要去共派 那當然也是那句 如果你有聯合方程 計算數機的程式 那你已經解掉了 那連計都不用計了 那 那D是7 是嗎? 是啊 我沒有帶到數機 我心算是有 那至於D是7 那你找到A1是多少 那A1 所以A1 那A1 A1是多少 不計了 那D是7 那A1是多少 足夠嗎? A2-93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 那A14是多少呢? A14等於 半半的聲音 -93 再加13乘7 那你發覺 應該是-2 欸欸欸 這個選擇正確的 然後 第二樣 第一個選擇 搞定了 第二個選擇 就是A1-A2 A1-A2 擺明就是A1-A2 A1-A2 Flash 麻煩你自己算吧 試試A27是多少 再乘回27項 再除2 你發覺沒什麼機會大於0 你自己算下去 答案是A 那你說難不難計 我做一次又不是很難計 不過你不明白 為什麼出道公開考試 這些題目 只有半成人是對的 做一次嗎 只有半成人是對的 人都是那句 人家不對 而你對 發達了 對 看什麼 沒什麼 阿Sir 其實什麼